大多数人都知道,曾志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,叫做曾宝怡。 可是大多数都不曾见过曾志伟的妻子,其实两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,就已经离婚了,并且曾志伟的妻子还坚持要尽身出户,最后孩子由曾志伟抚养。 两个人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三年不到的时间。 曾志伟的妻子,名字叫做王美华,在当年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演员,之所以会嫁给曾志伟,是因为王美华在十八岁的,就已经办事在曾志伟的父亲的歌舞团。 当时的婚礼也是特别的盛大,非常的疯狂,足足摆了一百多桌酒席。 王美华的长相,旺在如今这个美女云集的时代,也绝对是毫不逊色的。 都知道当年的张曼玉,那真的是相当的惊艳。 王美华当年的样貌,就和张曼玉极度相似,所以大家都称呼她为翻版张曼玉。 不过非常可惜的是,在和曾志伟结合以后,就退出了娱乐圈,不然,也一会会是娱乐圈当中特别闪耀的一颗鸣。 心,婚后的二人,最开始也是特别的温暖,可是因为至少离多的缘故,感情很快就出现了问题。 夸张的时候,曾志伟甚至三天都不会回家,不回家也就算了,还限制了王美华的自由。 一个女人,本来就已经为你放弃了自己的事业,如今却连自由也要被剥夺,自然失诊无可忍。 最后,王美华选择近身出户。 两人分开以后,曾志伟和一个圈外人宋利华结合在了一起,统居有了两个儿子之后,但是也很快就分居了。 如今的宋利华带着两个孩子在文革华定区,而王美华和曾志伟分开以后,受到了很多舆论的谴责,所有人都认为他不爱孩子,事实上他只是觉得孩子和爸爸一起生活更加有保障一点。 如今的王美华,为了生活不得不重新回到娱乐圈,也遇见了一个比自己小十二岁的男友,生活也还算幸福。